啊 姨姨别动 乖 于九云你又要干什么 爹 爹 孩子 姐姐 于九云 他们又做错了什么 你有什么事情救我来 念苏身上的孤独是南疆独有 苏家乌骨之长乃是巫医出身 除了你们 还有谁 苏家使用乌骨之术害人 按照律法当诸九族 我 我 我这人 我都这人 月九云 你快放了他们 我二弟可才无岁 无岁 如月也才刚满十六 你们又如何下得了手 要是本王知道的再晚一些 只怕如月也会写些丧命 炎烟 不要求他 我们苏家世代忠良 万心无愧 万心无愧 还真以为本王不知道 你们接受赐婚 让苏燕嫁给本王 就是要监视本王 这些我都可以接受 你害死了如月 就由你们全家来陪葬 不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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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快去怪你自己 他们都因理而死 不 不 爹 我 爹 这么说 全部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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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早歇中工 他们也不会受罪 不 王爷 白姑娘身上的病又犯了 什么 马上回府 让她在这里看够一个时辰 别让她中途自己 我要她活着 是 叶苏 叶苏 感觉怎么样 王爷 叶苏好疼 王爷 药来了 来 吃着把药喝了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还疼吗 叶苏没事 王爷 你还是赶紧走吧 别让王妃姐姐生气 本王已经把她打入地牢 她是个罪人 你提一个罪人做什么 虽说姐姐 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但她与王爷 您毕竟是圣上遇刺婚 若是哪天圣上怪罪了 我 担心王爷您 那毒素害了如愿 还要害你 本王自不允许 当年在甸礼 若不是念苏出城相救 本王定无法打进去 本王承诺过 一定会护你一身周全 王爷 本王已经废了苏耶娜王妃之位 则已良辰即日 并正大光明地立你为王妃 对见当初的承诺 既然如此 那好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你找到解毒之方 那王爷 可不可以不走 多陪念苏一会 好吗 好吧 姐姐 这几日 你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这娇贵的身子 怎么受得了呢 要来干什么 我是来告诉你 苏家人都被扔去了乱葬岗 死无葬身之地 什么 哎呀 姐姐 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要嫁给王爷 你爹 才舔着张老脸去求受上赐婚 他如果知道 因为你满门死去 会不会当时就把你逐出家门呢 是你把百念苏 是你杀了月如玄 我都叫我 是我又如何 王爷现在信你了 我现在可是他的救命恩人 哎呀 还得多亏姐姐了 多亏姐姐这玉佩 我才能有经历 这玉佩是我 还给我 你是个冒牌狂 你冒充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 当初把这个玉佩落下 不然 我也不会捡到不是吗 不 不过不得不说呀 你们苏家这秘质谷 的确厉害 发作紫 能生 今日王爷来看你 你要心疼死了 参见王爷 姐姐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杀了我呀 来 今天我给你这个金 叶苏 叶苏 叫玉佩 快 我没事 我今天来 就是想来看看姐姐 苏燕 不是我 是她自己 你这双手 你这会吓唬害人 要来何用 不是废呢 坐 坐 阿爹 这是什么 这是不思谷 能让人起死回生 相当于你有两条命 这不思谷啊 不但能保你的命 还能种给别人 救活别人的命 那我身上的也能给别人啊 那肯定了 但这不是谷 一人一生只能用一次 下了用过以后 我有反噬 三个月内不能开口 所以你给下了以后 一定要考虑清楚 若是你能遇上 你愿意给出不思谷的人 那人一定是我们奄奄 愿意相守一生的人了 哈哈哈哈 啊 三王爷 三王爷 你怎么了 死了 听说三王爷 奉旨前来南疆平反 是我朝的大英雄 这么死了 太可惜了 我这是怎么了 文人 是你救了我 对吗 嗯 文人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是不能说话吗 你要是不能说话的话 你捏捏我的手 好柔软的手 想必 恩人是个姑娘家 虽然姑娘不能言 可否告诉玉某 姑娘性命 我这样总叫姑娘 也不好 苏姑娘 苏姑娘 是charge 风 离我 惩讽 孙姑娘 你没事吧 优优独播剧场 但我完全回复后 姑娘 并和我一起回王府吧 小半生 我会好好待你 护你一事周全 这么预备 是我自小为难 就当作 是我们的一个信物吧 天使给你把麦 听说你怀孕 动手 是 你要干什么 你又要干什么 我老陪你 只要你乖乖地喝了这药 是不会有感觉的 最多 那就是痛心 玉九月 这是你的孩子 这是你的孩子 天使说了 你自小接触毒骨 虫骨 体内五毒俱全 就算生下来 也是个毒胎 降生一世 有害无息 更何况这个孩子 是我被迫服药 和你原方才有的 就算生下来 陛下也不会认 玉九月 你连自己的轻生骨肉 都能瞎死毒手 你简直丧尽天良 轻骨肉 你思惠为难 这个孩子 是不是本活的还不一定 你说的还是人活 天使 给我滚 是 不要 好 不要 不要 我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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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听说了吗 万一马上又要大婚了 您娶白姑娘吧 是啊 要不是前王妃 白姑娘早就跟王爷成亲了 也算是善有山报 恶有恶报了 姐姐 这几日 你身子可有好些 白念 你不用在这里假惺惺 我好与不合 许你何干 叶苏 本王就说 何必要紧张晦气的人 来参加我们的婚宴 王爷快别这么说姐姐 姐姐她也不是有换心的 她只是 一时被蒙蔽了心志 姐姐 这是我特地为你熬制的汤药 可以缓解你的伤口疼痛 来 快喝了吧 这是什么 好姐姐 这可是我用你父母的血泡出来的 你可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心意 白念苏 你 你苏 白念苏 你是个蛇仙心肠的贱人 你就不怕遭到暴力吗 姐姐 我 我只是想要治好你的伤 苏妍 你够了 像她这样的人 何必浪费准舍 这汤药 给她这样的罪人 真是糟蹋 她不配 一九月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想死啊 你弟弟还活着 本王没有杀她 放了她一条生路 她现在在我手里啊 你要是不想她出事啊 就给我好好活着 本王和念苏大亨将至 也不想弄得王府气血过重 你说两句吉祥话 让我听听 我可以免你三日刑罚 徐九月 你当真想听 好 那我就祝你们这对狗男女 不得好死 有多地狱 千道万挂 不得成山 来人 把她从牢里给我带出去 好生养着 本王在大婚那时 我要她全程出席 对了 在你想自我了解的时候 想想你弟弟 我们走 徐九月 有一天 你会不会因为你做的事情后悔 来来来各位 那不是前王妃吗 倒真是个美人啊 为什么 此人蛇蟹行长 用乌骨害死王爷的妹妹 独月郡主 害得苏家被灭门 真不知道 王爷怎么会请她来到外面 危险死 真没想到 苏太医用骨术救人 他却用骨术害人 苏家一家有这样的女儿 真是倒着血美了 喝吧喝吧喝吧 王妃 那就和大家喝一杯吧 好 来 坐 坐 苏燕 今天乃本王大喜之日 你桑着副脸 是来抠桑的吗 龙所听闻 苏家长女精通英律 可惜记录王府以来 我却从未听过 今天是本王大喜之日 那就给众人来一首 祝祝兴吧 好啊 我也想听听 我等还没听过 前王妃吹的曲子呢 那就来一首 祝祝兴呗 王爷确定要听 还不快点 祝兴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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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留意的 祝兴呗 真心 你为什么会这双曲子 你在哪里学到的 你为什么会这双曲子 说 原来 王爷还记得这双曲子 什么意思 得不说清楚 哎呀 王爷 叶苏 王爷 我 可太医 今晚招待一周 各位随意 敬兴计客 要不你来 哎 前王妃这么着急走啊 去哪里啊 要不在下送你一程 装什么呢 还当自己是王妃呢 你看看你 现在跟这些歌 机会有什么区别 这样 今晚好好伺候小月我一晚 明儿我就跟王爷 要我把你带出去 别拿你的灯水碰 装什么阵子 歌球把它给我安住 我就一笑 放开我 不要 不要 年苏 年苏 王爷 还疼吗 那就好 王爷是不是还在想 今日姐姐出了那首军心 这首曲子 也是我当年自己所创 入府之后 闲来无事 曾追过 想必是姐姐听到过 便偷偷学去了吧 原来如此 没想到她心思还挺多 王爷 不好了 大姐那些公子 再调戏秦王妃 这怎么能行呢 姐姐下来心高气傲的 怎么能说得了这般曲语 王爷 你快去救救她吧 就是吗 只怕是又在作药魅惨 你先下去吧 是 今日婚宴 你也累了 早些休息 那 王爷 今晚 我还有公务要处理 墨水疏风 我 苏妍 苏妍 王爷 您回来了 不介意把这废王妃 给我们几个玩玩吧 你们还真下得去手啊 就她这副破烂身子 你们还真不挑啊 王爷 应该不会是对着前王妃 还余情未了吧 我对她从来就没有过情 何来余情 那 这里是镇南王府 这里不是青楼 你们要想玩滚出去玩 王爷 你这也太 滚 走 没死就起来 衣冠不整 想在这勾引谁 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本王 叙九月 要么 你现在就杀了我 要么你就走 我现在看见你这张脸 我就恶心 你今天吹的那首军心 到底怀的什么心思 当本王不知道了 到底谁更恶心 是 是我恶心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怎么了 你今天耍的这些伎俩 不就是你想要的目的吗 是 是 把她收拾干净 送回东远 玉宙月 你要我做的我都做 放过我弟弟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王爷 不好了 王妃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快不行了 什么 年宿 年宿 天使 王妃的病为什么突然恶化 昨日不还好的吗 没有 我没事 回王爷 这苏家的古独 实在是太过阴毒狠力了 已经蔓延到 白姑娘的心脉 她现在最多 只能活七日了 王爷 看来 看来念苏 没有办法再继续陪着你 说什么傻话 有我在 就不会让你出事 天使啊 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这法子还是有的 只是 说 贫道自小修行的功法中 有一项诫命之法 可借活人之命 来给王妃续命 王妃现在的身体情况 唯有诫命 才能活下去 诫命 王爷 不可 念苏不过一见民女 万万不可让无辜之人 因此牺牲性命 那就借苏妍的命 她在哪里 这怎么行 等就是她害的你 她为你续命 那是应当的 我依依决 你好休息 这件事情听我的别识 那好吧 我依依决 虽说你我是圣上此患 但若你能安安分分过日子 也许我也不介意 与你相守一生 苏妍 苏妍 你相 苏妍 苏妍 告诉我 你手上的伤疤是哪里来的 多年前 在府上烫伤 真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了 那既然这样 我用你的命 给念苏续一续 见命 我知道你们苏家有不死骨 每个人都有两条命 念苏是你害的 我用你的命去依念苏 你考 没有 什么 但在那之前 你得放一眼 我说过 我没有资格 若宿主死 我死骨会自动出发 到时候 可就没有命 借给你的王妃 你威胁本王 事又如何 好 本王答应你 谢王爷成全 谢王爷成全 徐九元 我终于 再也不用看见 你什么意思 小元 你有不死骨 不用在本王面前装可怜 死骨 你笑什么 徐九元 我早就已经 没有不死 你说什么 你的不死骨呢 苏燕 你说话 你身上的不死骨呢 王爷要不猜猜 我把不死骨 吓在哪儿了 苏燕 什么时候把骨 吓给了别人 苏燕 当年是你 让你一起 求这种回事 怎么 后悔嫁给你 我后悔 当初不该救 可不敢 爱上你 你说什么 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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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子医师 银子医师 有关 叫 这 这是 黄秘里的国产 怎么 发现不是我皇兄 失望了 蜀月郡主 苏家大小姐 我知道你 就是那个哭着喊着 要嫁给我皇兄的人吧 郡主说笑了 哼 陛下是看在你们苏家组上的功劳 才有了这桩婚事 可我告诉你 我皇兄早就喜欢那女子了 你不用等了 他今晚不会来的 如月 你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 我不能跟皇嫂叔说话吗 可以 苏妍 我是遵了圣上的旨意才娶了你 既然已经成为了王妃 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什么事 燕苏 进来吧 她是白念苏 是我的军联恩人 以后便会和我同吃同住 希望你好好待着 就像对待自己 今日你一样 姐姐 妹妹借你的茶 这个玉佩 你是从哪来的 姐姐 你在说什么 苏妍 这是在干什么 喂 你干什么 嫁嫁了还没有一天 就真当自己是王府的女主人了 姐姐 我是不会跟你抢王爷的 姐姐不用这么对我 我真的没有恶意 苏妍 我知道你平日里性子张扬 但是这里是王府 永不得你放肆 更何况她还是我的旧名人 苏家人就是这样的叫我王 9月9月 今天是我们的大婚职业 所以呢 所以她得滚出去 所以你 没事的王爷 也许 我们就不该在一起 我还是会白嫁好 年苏姐 哼 走 走 如月郡主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还装傻 你们也是怎么死的 你真的本王不知道 穿肠骨 怎么会 你还知道 穿肠骨 那苏家命质 在王府里 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会有 我没有 若不是等我发现得到 你苏也会葬命的 郁九月 我说了我没有 如月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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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在房中休养 你身体虚弱 你不敢来 我 我只是来看如月妹妹最后一面的 虽说我入府时间不久 但早已是她为自己的今生妹妹 王妃 入府以来 我一直安分守起 甚至极少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这玉佩 王妃若是喜欢拿去便是了 我不要还不可以吗 求求你放过我吧 不行 此业乃是本王送你的信 绝不能给别人 更何况 好不配 好不配 郁九月 这本来就是我的 是你给我的 你胡言乱语什么 这是我给念苏的东西 拿给我 别 郁九月 你当真要这样对我吗 宋家补充超觉 但凡尸骨之人 身上是会有尸骨印记 你可敢让我看看 我 郭志 没有用啊 你怎么知道 那就是川长谷的印记 不认识什么 看你还想出什么利用 来骗我 交出川长谷几个 本王念在 夫妻情分 由你去世 川长谷乃事先剧毒 无效可求 何人 二 押入地牢 走 走 睡了一个月了 梦魇结束了 燕燕 该醒了 公子当心 你为了救她 损耗大量寿缘 身子 比以前更虚弱了 本想用她体内的骨 为您治病 现在却连连您 早知如此 属下那晚 就不该把她 从镇南王府带出来 我救她是自愿的 跟任何一个无关 燕燕从小 身子骨就弱了 所以师父在她体内 注入了不思骨 和女娲骨 这不思骨保命 女娲骨健体 可如今她已经没有了不思骨 还身负重伤 若再取出女娲骨的话 她会死的 属下是公子的人 自然为主子着想 其他人与我无关 但她是你主子最在乎的人 公子 好 好 我心中自然有数 这玉九渊 最近还在找她吗 都找了一个月了 都快把整个京城翻遍了 我果然没有猜错 这燕燕嫁入王府后 过得果然不好 你也想过预约了 燕燕的尸体 还没有消息吗 废物 连具尸体都看不到 本王要你何用 王爷 平道也没想到 那人武龙高强 平道根本不是对手啊 继续给我找 就算绝地三十 你要把人给我找回来 还不快去 是 王爷 王爷 当年在南疆刺杀你的真凶 已经发了 陷阵在地牢后室 走 叔 是谁拍你的伤 是你是活命 要是要挂 洗净尊兵 在你历史之前 更好奇的是 你是如何活下去的 你现在是脆了巨多 你甚至我数捷 你之前 是探了你的气息 你分明已经断了气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救援 你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活的 你可知道 就是因为你没死 我在业内 民生一落千丈 就是因为你 我的公主更是疯狂的 将杀于我呀 你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活着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走 你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活着 你是人是鬼 你告诉我 要不猜测 我把不死骨 下在哪 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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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不死骨 到底下在哪里 王爷 王爷 白姑娘体内的骨毒 又发作了 正叫你的名字 知道了 我把你过去 是 便宋 你都不死了 怎么又发作了 我也不清楚 不过 没有脂肩那么痛 也许 是天使的药起笑了 那王爷今晚 本王今晚还是水书房 可是王爷 我们都已经成婚一个多月了 你从未在我房间留宿过 难不成 念苏 真的惹您这样讨厌吗 念苏 我说过 最近事务烦忙 念苏 你手上的伤疤呢 什么伤疤 就是上次我受伤你给我熬药 你被烫伤那次 是啊 不过后来 我去药房抓了些草药敷着 再加上后天保养 伤疤自然就好了 怎么了吗 王爷 没什么 既然没事 那我先走了 王爷 我要彻查到您南疆店里的真相 所有细节都要知道 是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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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音 你终于醒了 阿力 我还活着 就差一点 即便连我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搞成这副 遍体鳞伤的模样 你不说 你怕 可是你先顶不足 这次又伤及心脉 你应该好好休息 否则后果难了 还有 玉九渊 最近在整理的尸身 我 一定求了陛下 把你带进去 他找不到这里的 阿力 叶儿呢 把你带出我府后 薛妍就一直盯着正在我府 好了 并没有见过叶儿出来 郁九渊 他又骗我 叶儿了事情 交给我回来 我一定将他安全的逮出来 我要回去 爷爷 你费了大半条路 在做王府脱身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还死去 罪孽深重 死不苏心 可爹娘还在天上看着 天命在当中 皇天赞赏 我发誓要让玉酒缘和白运苏 付出英勇的代价 不死不休 臣女参见陛下 你苏家的事情 朕都已知晓了 自杀朝廷命官 私非王妃 这老三倒是越发的出息了 臣女一家无辜 求陛下明鉴 臣女幼堤苏役 臣在玉酒缘手中 臣女愿为陛下所用 只求陛下 祝我救出阿易 救你幼地 不难 朕可以再送你进入镇南王府 只是 朕让你做一件事 陛下请请 镇南王玉酒缘 英兵自重 心怀婆祖 必会成为我朝大患 朕要你 达到镇盘军兵符 机会 诛杀玉酒缘 三日后 是你恢复的最佳时机 玉酒缘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和你见面了 不对 再来 不对 再来 你说 这首曲子 是苏彦偷学你的 但为何你和她吹的这首军星 却不及掏万一 王爷 我出身贫苦 也未曾选过英律 天赋自然不如姐姐 若是王爷嫌弃 那 那念素以后不吹便是了 不是这个意思 罢了 你再好好吹一次吧 嗯 不对 这一道年 在客展他为我吹的 完全不一样 盐盐 三年前 是你吗 什么三年前 王爷 你喝多了 王爷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你说的对 我喝多了 喝多了 这不是有念素师父您了 时辰不早了 你早些回去休息 可是 来人 送王妃回去休息 是 见过镇南王 盛长有止 金镇身体不适 遵从医嘱 不义出席 故 明日春日夜 交由三皇子镇南王 委托主持 签子 禀王爷王妃 无辙以后场 开始吧 是 来 吃肉吃肉 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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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不错 不错 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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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保护王爷 你叫什么名字 是你的岳方 小女子名叫吴晴 来自苏州的江岳 吴晴 好一个吴晴 你是江南女子 是 有意思 你本王要 从今日起 以便留在京城 王爷 这是打算买下完吗 是 王爷 我很贵的 有多贵 五万两 我给你十万钱 那吴晴就谢过王爷 赎身之一 诶 王妃不是嫁给了王爷了吗 怎么还住在以前的天殿啊 没有搬进原来王妃的住所吗 没有啊 是啊 你不说我都没有注意到 怎么有正宫王妃住片店呢 我听说 好像是王爷对以前的王妃念念不忘 不许任何人动她的东西 啊 那这新王妃得多憋屈 多尴尬啊 对啊 看来你们是白天闲得没事做 王妃 敢在这里脚主子蛇根子 把他们给我拖下去 拔掉他们的舌头 看他们还敢不敢乱说 是 王妃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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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饶命 哦 禀告王妃 王爷回府了 帮我哲理一下 快快快 这儿 王爷驾到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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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这是吴晴 从今往后 吴晴会驻走 见过王妃 日后 吴晴便会在王府与你同住 你们要好好相处 王爷 你我新婚不过一个月 就带风尘女子回家 你可曾想过我的感受 王妃 吴晴自知身份低微 不敢肖想王爷 只求一出容身之所 苏燕 你以为你改了名字 我就认不出 你在装什么 苏燕是谁 吴晴不明白 他不是苏燕 王爷 够了 堂堂王妃竟然学人 争风吃醋 成何几桃 此事本王已经决定 韩阳 带吴晴姑娘 回王妃休息 是 姑娘 这边请 本王还有钥匙 你自便吧 王爷 王爷 如何 有安慰来报 苏州江月楼 的确有一名叫 无情的月记 一个月前来到了京城 而且属下以为 吴晴与前王妃 虽灭柔相似 但观其言行举止 却断然不是同一个人 是啊 我亲眼看见天使的剑 刺进她的胸膛 抱着她的时候 明显能感觉到 她的身体在慢慢僵硬 况且 她身上也没有不死功 怎么可能会是她呢 当年的事情查得如何 属下已经派人去查了 当年白姑娘救你的地方 但由于时间久远 恐怕 得需要些时日 苏姑娘 这样不行 他们马上就要追来了 他们的目标是我 苏姑娘 这是我的名牌 那如果 我去引开他们 到时候 我会找人来接你 你一定要等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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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你看这个 嗯 是这个吧 嗯 原来你是药铺里的姑娘 难怪 你属如此高兴 可以啊白念苏 认识这么好看你个公子啊 原来你不信苏啊 只是名字有苏字 本王来进行诺言啊 跟我回复吧 王妃 王爷呢 王妃王爷他 说 王爷今晚不过来的 在主院睡 还找了无情姑娘事情 滚 苏妍 真是死的都烟火不散 王群 详 我 都是 因为 相手的都烟火不散 政府 我 我 一 这 都安闻它 我 无情姑娘也喜欢蝴蝶花 不喜欢 只是惊讶于王爷 为什么会养这花 蝴蝶花好失喜热 在京城想要养 可得费一番功夫 有多难 须每日卯食一刻 娶陈露教官 少一日都不行 无情姑娘 不是不喜欢花吗 怎么对花 这么了解 这花在南疆很常见 人人都知道 倒是王爷 这蝴蝶花在南疆 先前我被御酒院关在地牢之时 并未见到叶儿 我与百念苏住的东院 也找不着 难道叶儿就在御酒院的院中 阿灵 是他 忘了我跟你说什么了吗 你心脉受损 应该好好调养 我给你送药来了 对了还有 你让我找的那个人 我找着了 他的确在这里 当年百念苏 前脚再赃握 在达可运入月的汤里下骨 后脚 那有厨子就不见了 要是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鬼都不行 谢谢你安丽 玉娅 玉燕 苏燕 无情 这一次 我看你怎么死 你这是要把自己搭进去啊 我带你走 叶儿的事情我来帮你 我们 阿灵 我发过誓 那天在牢里所受的苦 定要百倍偿还给御酒院 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我 公子 你怎么回事 自我醒来之后 你的身体比往日还要虚弱 还不是因为你 没事 老毛病了 爷爷 你先回去吧 不然的话 御酒院就起义了 可是 爷爷 总是站在你这边的 快回去吧 啊 公子 公子 若再不取骨 您的身体 没事 我的身体自己又说 回宫 不过 半夜三更 无情姑娘这是私会男子 回来了 王妃 这是在说我吗 装什么 王爷 我刚才看到无情姑娘 与一男子举止亲你 在后面那人好像还给了她一封书信 我怀疑无情不仅私会男子 还泄露王府消息 根本就是个细作 解释 王爷 无情没有 无情只是因为刚才王爷训斥 她后院散心 何时与人死同 王妃 无情早已说过 不会跟你抢王爷的 你为何如此诬蔑我 还敢狡辩 还敢狡辩 王爷 那男子给他东西 应该还在他身上 是真是假 一搜便知 王爷 我没有 搜 可以搜身 可王妃 若是搜不到呢 绝不可能 若是搜不到 我亲自给你下跪道歉 那王妃可要看好了 这是什么 我亲自幼患有心急 这是缓解的药 王妃若是不幸 一焰便知 继续搜 是 王妃 没有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王妃 还有什么可说 你猜哪里了 我明明看她 够了 道歉 王爷 道歉 抱歉 无情姑娘 刚才 是我眼花了 这次便算了 王妃 下次可要看此信了 会等天亮 明日再起 王爷 无情 无情 是 站出 要去哪里 出去逛逛 我陪你 多谢王爷好 可我想自己过 你可是为王花十万斤 王爷平常 王爷不相信吗 那王爷要跟着 就跟着 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三王爷您今儿怎么 钱王妃 三王爷他不是 他不是苏彦 他是我新买的月季 这位公子 我和你口中的钱王妃 长得很像吗 岂止是像啊 她说你是钱王妃我都信 我说呢 怎么府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 原来如此 这钱王妃 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不知道 这钱王妃对三王爷多神情啊 当时全京城的人 都知道她喜欢三王爷 只不过嘛 她嫁进王府后 下场 却不太好啊 你的话太多 没事就滚 别啊 我想听 这钱王妃 这钱王妃真是个傻子 何出此意 把自己强塞在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身边 受尽委屈 把自己搞得遍体了一声 你说这不是傻子 是什么 怎么能说咱王爷不喜欢呢 她要是不喜欢前王妃 也不会 还要是不喜欢前王妃 还要是不喜欢前王妃 看来设计的婚姻房 你还不会 我的人你肯定 你肯定 我就是个愿器嘛 原来 这就是王爷花重金买下的 除了这张脸 你觉得你房里还值十万钱 王爷说的是 看一看 看一看 早逛路过 现在说过呀 看一看姑娘 我去看看什么 你来等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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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公子小姐可以上前 谢谢公子小姐可以上前 啊 啊 啊 王妃不是我的错 我什么也没干 不是我让他们把你躺在地牢的 不是我不是我 你是府上的厨子 揍我 她怎么也喊我王妃 难不成 她和钱王妃认识 班小姐 你可别找我了 你 你 你放过我吧 我那晚上什么也没前见 什么也没前见 嗯 嗯 嗯 哎 雁苏姐 嗯 你怎么在这儿 如月 我 我是在给姐姐做点好吃的 我跟她禁足两天了 肯定很埋怨我 想要道歉 道什么歉呀 本来就不是你的错 不过 我刚才看你往里面放了东西 是什么呀 嗯 嗯 就是一些 一一气补血的药材 真的吗 嗯 那个 要不你也来一碗 真的 能喝吗 当然了 就是一 一些些 一些些药材 好呀 那美容养颜 给 嗯 雁苏姐 这汤真好喝 我身体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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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如月君子 你可别怪了 要怪就怪你自己 偏偏这个时候 还换了我的技术 没办法 只能送你一起走 原来 原来 原来你想太多分 嗯 白姑娘又是谁 黄叶 这个人好像精神不太正常 一直将我错认成他人 赵武 你为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给本王说清楚 王爷饶命啊 王爷饶命啊 来人 把他暂且关入柴房 等他醒了好好的给本王问清楚 是 是 是 嗯 王爷他死了 死了 胡秦海以为 这王府 比大街上安全 没想到 也不过如此吧 昨晚谁来过柴房 没有是谁之业 我倒要看看 到底谁这么着急杀人灭口 是 王爷 这是找到杀人凶手了 还有时间来我这儿 你昨天 你昨天故意带我去东京 故意给赵武赏钱 黄月在说什么 胡秦波明白 你故意装傻 本王倒是想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来人 王爷 这是何意啊 去换手 换好便来正殿 哼 你故意装傻 本王倒是想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来人 你还没想到呢 人学 你不会的 你不会的 你不说 你不喜欢这样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啊 你 你是来找我报仇的对吗 王爷 又把我认成钱王妃 你既不是奄奄 又为何夺我 王爷 别着急嘛 你不是无情 你是苏妍对不对 我不是王爷口中那位女子 我从小在苏州长大 并且只有一个名字 无情 我不信 怎么可能 王爷 虽然小女 不知道你口中那位苏妍是何等女子 但我敢肯定 她的我 定不如我 你 你不是她 我可能像你这样下践 我 我 你 你 徐九月 说不是你 我岂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 阿姐 哪来的小孩 谁又是你姐 你就是我阿姐苏妍 你是我阿姐 阿姐 我是叶儿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怎么进来的 这里可是王府啊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害人把你赶出去 我不走 我要阿姐 果然这个王府的人都爱认错人 我不是你阿姐 赶紧走 犯人 对不起叶儿 阿姐现在还不能认你 不过看到你没事 阿姐就放心了 这么狠 无亲姑娘似乎不喜欢小孩子 把苏叶推开了 难道 她真的不是奄奄 还有 王爷 白姑娘的疼痛症又犯了 需要您去救治 我没空去 若实在难受 便去找天师处理 可是 有话直说 王爷 有职业小司说 赵五死的那个晚上 看见天师在柴房附近 问他 说是在关心 你说什么 还有 您让我查三年前 癫瘾之事 有一些进展 据白姑娘当时所在的药铺老板说 白姑娘 就是药铺里面采药的火剂 也懂一些医术 但并不精湛 就是说 还没有能精湛到 让人起死回生 是吗 属下不敢光家揣测 但同一时间 正巧王妃回南疆谈 他那事 就在南疆 王爷 这是苏州旧旨搜到的古术相关的书籍 还有 虽然现在不能确定 当初救宁的人是否是王妃 但属下查到 在您与恩人分开那日 白念苏正好在林中采药 据药铺老板说 白念苏回来的时候 手里就拿了一块鱼配 问 说是在森林里捡到的 所以可以肯定 那颗鱼配 绝非是白念苏 您让我觅查完应苏 属下在他的房中 找到了传长的秘密 原来 救我的 真的是燕燕 不死骨 苏家密骨 一生之一骨 非嫡系不传 可自留保命 也可生死人 若白骨 若自用 便可死而复生 若救治他人 事骨人在云内 不能云 否则 会遭受凡事暴体而亡 你是不能说话吗 你要是不能说话的话 里面里拋住 是 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妈 王爷 怎么了 又发作了吗 这川肠谷 说实是厉害 铁师 隔一下 这川肠谷 又加重了 那是怎么办 我为有取 幼童的心间血 熬制汤药 才能让百五多 那就取苏叶的血 此时跟你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停下来 王爷 真要用那小娃娃的血 废话 王府养了她这么久 取她的心间血 有何不可 王爷 怎么 那孩子还小 取她的心间血 会不会太残忍 只是个余孽罪人吧 不必心疼 铁师 在 去按照我说的办 今晚就去 是 铁儿 铁儿 铁师已经开始了 王爷搜过 不住任何人打扰 帮我过去 玉九月 让她进 铁儿 铁儿 你怎么样 你要没有事 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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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九月 铁儿 你回来了 铁九月 你踏意过我不动铁儿 你为何铁儿不信 我 爷爷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爷爷 放开我 放开我 对不起 哦 王爷 回想 可是王爷 我让你退下 铁儿 这个是不符合的不对 铁儿 对不起 铁儿 铁九月 这是你欠 铁儿 即便你 磨了我的心 我也甘愿 铁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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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死我以前 能消除你对我的黑衣 死我多少钱 我都好为月燕 好 你对我和我家人做的事 其实四里情节就能抵消 我错了 对不起 这个预备 这原本就是你的东西 其实我带我给你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郁九云 当初你把这枚玉笔给白岩苏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我们之间 再也没有可能了 王爷你没事吧 给我拦住他 盈盈 盈盈 我不许你走 别走 我错了 你别过来 盈盈 月九云 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 你每碰我一次 我都感到无比恶心 带洒着王府的每一刻 都让我倍受煎熬 盈盈 就算你恨我 我也不会放你走 这难为提令 没本王允许 谁也不能放走王妃 你 盈盈 你没事吧 安吕 带我走 好 木犁 你敢 传圣上口语 但苏烟武功 敢违抗者 斩力去 三王爷 你还敢 本王队神 天王老子来了也带不走 玉九云你好大的胆子 可知道违抗圣子是什么后果吗 还有你们可要想清楚 我也不可冲动 退下 如今你也敢来本王 你 不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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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三王爷身受重伤 还请自求多福吧 嗯 陛下 该喝药了 嗯 嗯 哎 这糖药的作用 越来越弱了 这 终究是老了 哎 陛下说的哪儿的话 陛下 您可是天子 啊 可是要与天同受的 哇 很快 您就 不需要喝这个药了 哦 啊 奴才 已经仔细 查过 嗯 哈 当时三王爷 并委屈苏家小孩的性命 所以 苏家小孩体内的不死骨还在 真的 哎 只要 陛下您 把他的不死骨 强取出来 哎 便不用担心您这病了 嗯 好 苏燕和那娃娃什么时候回宫啊 白神医已经持您的首令去接了 应该快了 燕燕 阿黎 这是我给你调的安神汤 快喝了 休息吧 阿黎 我眼皮一直在调 我有点担心叶儿 我想去看看她 叶儿 不是被他们接去太医院了吗 是 李公公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她 我能不能去看看她 好 那你先把汤喝了 我去看看 好 小子 能给皇上续命 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们别分两路 你带叶儿走 我和燕燕已开追兵 去给正南王府传个消息 明白 叶儿就拜托你了 你在哪儿给我追 快走 你在哪儿给我追 走 走 燕燕 燕燕 你这个狗皇帝 原来早就给燕燕下毒了 你 啊 啊 哎 王爷 王爷我错了 王爷你放过我吧 我错了 放过你 你还燕燕的时候 你有想过放过她吗 是我错了 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爱你 从你接我入乎 你从未这样看过我 甚至 甚至还娶了别人当王妃 没错 你真是天文知心 来人 带上来 万毒坑准备好了 是 属下亲自盯着开走 你别人放满了一百零八转 你们这么小的小狗孩子 那就把你们都扔进去 让你们感受一下万毒实心的滋味 王爷饶命 王爷 您就饶了 拼到这场戒命吧 王爷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忘明顶替音音的时候 你又想要经历 玉九渊 我以为你是无辜的 你别忘了 你可是牵手杀死了她圈甲 白家全给我抓起来 把这个女人扔进军营当军妓 全部流放埋荒 是 玉九渊 狗活蛋 我诅咒你 我都好死 有事从爱 王爷 音音有消息吗 我们的人追着她进了王宫 就没有了消息 我们要去苏叶生死谷入药 苏叶写苏叶出头 被群国通缉 汉阳 你召集所有安慰 王爷不可 你有伤在身 而且 这消息来路不明 来路不明儿 于是牧尼传来的消息 本下令我本王 替她和叶恩争取事件 本王撑去她 分出一支军队 随本王去拦截追命 另一支军队 去追叶恩 是 她要掉一根口法 我拿他们试问 是 那李呢 就要丁口说 阿里 我这是怎么了 陛下 在你身上下了毒 估计是要用此毒 来逼我们带叶儿回去 这 是什么时候 估计 她已经准备好久了 不过燕燕你放心 你身上的毒 我会想办法的 阿里 叶儿呢 燕燕 你先别着急 我已经交代雪影 把她带至一处寺庙藏身 暂时安全 谢谢你阿里 谢什么呀 不过 也怪我 把你带进皇宫 才知道狗皇帝的目的 一样也是为了 叶儿身上的不死骨 不死骨 是个叶儿保命用的 怎能轻易给出 若是强心去过 叶儿也会没命 我不能再失去叶儿了 抓住他 让他撇了 那行到他们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走快 拦住你跑别跑 安慰 你就原来人居然跟到了这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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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你没事吧 是你 阿灵 阿灵你怎么样 灵灵 现在这里很危险 你跟我走 要走你自己走 我不会丢下阿灵不管的 王爷 那些人已经清理干净了 属尽我与阿灵二人 孤立无远 我有接触 御九渊的力量才能脱险 御九渊 我可以跟你走 真的吗 但是必须带上阿灵 要不然就把我们留在这儿吧 好 我带你们走 阿灵 你怎么样 我看看你的伤 等等 这个伤 至于脱衣服吗 寒鸭 你平时都随身携带止痛药 对不对 有 没有 没有 王爷若是不想帮忙 那我们走 别 是有还是没有 给他 王爷 那我先出去 拿点东西 爷爷 阿灵 还疼吗 一点小声 真能撞 没事的 吃了你的药 我已经不疼了 你 王爷若是不想待在这儿 可以出去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我都担心死了 没及我 我更担心体内的毒 什么毒 你中毒了 你的那位好父皇 为了留住叶儿 在奄奄的体内 下了波斯毒药 整个中原 无药可解 不过奄奄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我们 你先别管我了 你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谁说不是 玉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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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冷啊 冷 好冷 玉九月 阿里 阿里 你醒醒 阿里你醒醒 阿里你醒醒 好冷啊 怎么会冷呢 发烧了 爷爷 这样不行 爷爷 王爷 你去监视柴火来 什么 我 王爷若是不想去 那别我自己去 你在这儿帮我看着阿里 别说了 我去 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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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还冷吗 好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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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 你千万不能有事 孩儿的娘 你看我今天给你带回来的什么 这是一家的孩子 这是我从巫族地界捡回来的 你看这孩子身上 被施了巫族尽重 这孩子可能活不到十八岁 这是命运的娃呀 我听闻不做不接受 肥唇血痛的孩子 真是负面 这孩子既然来到我们苏家 说明跟我们挺有缘分的 收养了 这不你也快生了 正好给我们的娃做个伴 好 林儿 师父 金兰身体怎么样 喝了师父调的药 我觉得好很多了 弟子想 下个月我就可以自己调药了 你是我众多学生那 医术最拔尖的一个 可偏偏你 体中那个骨 师父不必担心 我这不也活过了十八岁 现在也还好好的吗 这样只是相当于 吊着那口气 金兰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了 没事了 弟子心中有数 爹 你们 又背着我说什么悄悄话 没什么 我就跟师父聊天而已 真的 还说呢 你要去哪了 回来那么晚 我就随便走走 你呀 就知道玩 这古书 要书也不看 你要有梨儿的一半 那就好喽 你 哎呀 爹爹 叶叶 在想什么呢 那 我没有 家头长大了 有心事了 才 才不是 阿里 嗯 就 你有没有过 心动的感觉 嗯 没有 没有 叶叶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你可是 有心动之人 嗯 应该是 是 是谁 我才不告诉你 不然你又跟我爹搞错 那他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啊 高大威猛 俊美不说 武功高强 而且 还很温柔 这样子啊 你身边 竟然有这样一个人 却不知道 你每天就知道读那些书 当然不可能知道了 好啦 我不跟你说了 我回去看书了 不然爹今天晚上又发我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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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在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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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而已 拆货给我 哎 你为什么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抱在一起 是爱上他了是吗 玉九原理简直不可理喻 我和阿黎亲亲亲拜拜 王爷若是不想待在这儿 可以走 好 走 走啊 阿黎 阿黎 莹莹 莹莹 阿黎 你醒了 好点了吗 还冷吗 不冷了 谢谢你 莹莹 不能那就好 啊 玉九原呢 走了 里面人给我出来 速速随我回敬 来人 给我拿下 阿黎 阿黎 没事吧 你刚刚 那是什么功法 你不是不会武功吗 什么时候学会的 这个叫身藏不漏 总得留一手吧 没想到阿黎还有这样的本事 公子 公子 你没事吧 苏叶可还安全 公子放心 一切安全 一会儿 他们的追兵一定还会追上来 你先走 我与学院断后 可是 阿黎你真的行吗 我刚才的本事你也看见了 放心 你往东走石里 有一个东村 你先去那里等我 我摆脱他们就来找你 好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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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引爆了体内的尽忠 公子 公子 你也不知道阿黎他们引开了没有 这毒 我 我 我怎么看不见了 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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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阿黎 小心小心 你是谁 阿黎 阿黎呢 阿黎 阿黎呢 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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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事 只是 临时走不开身 过不来 并委托我过来照顾你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 你叫我 阿福就行 阿福 这是你的真名吗 是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平时靠打猎为生 平时靠打猎为生 正是你的真名 这是他们给我起的 你怎么认识阿黎 我从未听说他身边有这样一号宝 我 并不认识他 只是 姑娘突然在道路上晕倒 阿黎 她临时过不来 所以 就 便托付我过来帮你的 那 多谢救命之恩 姑娘 你是 看不见吗 是 我体内中了一种毒素 应该是近日 奔波劳累所持 毒素伤到了眼睛 调理几日便好 那 那要紧吗 需要什么药材我去给你买 这不是普通药材变得抑制 我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但我不能久留 姑娘 你现在身负重伤 一个人出去很危险 你不是说要调理及时吗 不如在我这里 救药之后再走 你不讨 有人在追杀我 我不想连累你 我这个地方在山上 很隐蔽 一般人找不过来 我好人坐到底 就在我这里休养几日再走吧 她说的是 现在 我就是出去 什么都看不见 也活不了多久 那 便多谢这位小爷了 对了姑娘 怎么称呼你 我叫 吴晴 你 那个姓摆的呢 墨菱为了引开追兵 保护苏彦 现在下落不明 王爷 您要在这待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清楚 或许 等他复明 能认出我 我就要走了 对了 你赶紧去查一查 他体内中了什么毒 可否有解药 是 爷爷 你怎么了 爷爷 月球员 你别过来 你走开 我不想再看见你 爷爷 对不起 别离开我 救救你 阿妩 无情姑娘 你能看见了 是 就是有些模糊 还看不清楚 抱歉 是我冒昧 我只是觉得 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故人 故人 准确来说是仇人 来 到这边看看 好 这是 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出去看看 站住 这个人见过没有 没有 仔细看看 什么没有啊 滚蛋 什么人 王爷 现在怎么办 那个狗皇帝估计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 他如此放话 就是想让苏燕把我演出来 这样 我先带着燕燕离开 你断话 是 怎么样 外面怎么回事 外面来了很多士兵 还有军人 可能是 追上来了 那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否则会连累你的 我陪你 不用 我现在已经能看清楚仙人 我爱使他 你这样 要磨叽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啊 你听我的 我会护你周全 来 要不你还是帮我放下 我自己能走 不用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受伤了 我老师 玉九渊 你帮我放下 我不想见你任性 玉九渊 你根本不是什么阿富 你就是玉九渊对不对 别追了 跑不了多远 走 走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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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啊 玉九云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好了冷啊 好烫 应该是伤口感染 你在这等我我去给你找草药 严谨不要离开 玉九云 就当是你这次救我 之后我们 两不相亲 对 你也没有 我去给你了 你会把这次救我 d b d b d d 里面的人给我出来 管出来 原来是三王爷 想必 陛下想要的那位女子 此刻就在你的手里 三王爷 您这是要抗制吗 就是要抗制 又如何 不愧是三王爷 陛下说了 您不会自己考虑 也要考虑考虑 那个女人吧 她身上所中的波色 如果再不及时解开 便只剩三日的寿命了 还是说 王爷您已经有了解药 所以才敢这般公然地抗制 三王爷 如今陛下已经不那么在乎 不自古了 她特意叮嘱我 如果这一次遇到了三王爷 一定要优先将您带回宫 我可以跟你们回去 但是必须要付 交出解药 陛下说了 只要王爷您愿意回宫 他就给他解 这是其中的一天 解药一共有三副 这一副王爷您拿去 能够为他延续七日度的寿命 至于剩下两副解药 就靠王爷您配不配合 把刀都放下 王爷 韩英 三王爷 走吧 把他狠狠地打 我妈 害死了吗 这冤枉 你没有逼着这 对你使用手段 就像当初你那活色的地 是 是 可以给吗 自然会给军兵戏 原来是 这亲动的皇子 只有一批对付朕的影位 没想 坐朕的皇位 这这武器 才那么厌碎去 是你的吗 给我闭嘴 承王怪寇 我怪你这当年太匪 冤不得震 疼你就交出来 当初我也是这么对你爹的 你也愣是一句都没叫 但要看看他的儿子 是不是和他一个得性 行啊 看来你和他一样啊 啊 他说他就这样 骗取不慌的欢心 他俩这嘴脸 看这就恶心 姐 有可你 还能忍多久 给我和黑的打 我刚才露过陛下景点 你猜我看到啥 看到啥 三公子手脚都被绑着倒在滴上 陛下针对他全他脚低呢 你可别说 这里可是皇宫你不叫命啊 对对对对对对 肃姑娘身子好些了吗 李公公 李公公 肃姑娘 不要慌张 陛下让我来宣你过去 随我来 我真和你这个废股爹一样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 这是春妹散 你还把他给我给你提的也弄 就把你别扔在真的寝宝外面上 行了 当年的状态 你现在简直是一模一样 我没有发现 我发现的时候 拼命挣扎的这些气 已经晚了 明远就在这门外 听说我和你一样 一整夜 就不配东西 真 难道说你 不配 郁女院 死在你手中的无辜声量还少吗 想想苏家 想想欲不悦 如何 你以为 你很聪明 啊 你以为 当初 朕赐婚 你给你苏燕 是朕特意安插到你身边的 啊 当初 苏家 是对朕 忠心耿耿 我这桩婚事 却是那苏家小姐 偷着喊着 求了苏太医好久 那苏太医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独胆来求证 赐婚 赐婚于她 一切 都是如此的凑巧 朕 正瞅着没有棋子 便随随随招云了她 赐了这桩婚事 你看谁来了 爷爷 别过来 参见陛下 您找我何事 苏燕 过来 爷爷 别过去 快回去 爷爷 好吧 太快了 陪朕进去坐坐 朕有事 想跟你卸了 哈哈哈哈 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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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明燕 你 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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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燕 明燕 陛下 这么晚 照顾前来 所为何事 陛下 三王爷他 没有什么 只不过 是给他 挂了一碗村药人 估计啊 他现在 满脑子都是你 危险的很啊 你还是别出去了 唉 你放心 朕就是想对你做点什么 现在这副身子 也是有心无力啊 更何况 朕的狸儿 这么的喜欢你 更不会动你 狸儿 木狸 唉 狸儿 什么都好 就是太容易被儿女之情所混 否则 朕无畏 就下了照顾 还给他 唉 阿里他 他没有告诉过你什么 朕当年 南下南江 与一位巫族的女子 有过入水情缘 那位巫族女子 纯朴善良 不像宫里的这些女人呢 若不是大臣们 极力反对 外族女子 不得理工 朕早就想把她 进攻了 阿里便是朕 与她所胜 不过 她不入攻 对她来说 也不是什么坏事 阿里便是我与她所胜 还别说 阿里的眉眼 与她娘 还真有几分相似 也是因缘巧合 阿里的娘死了之后 阿里便被苏家收养 苏家还将她送回了朕的身边 所以 无论怎么说 这苏家对朕 都有一份恩情在 所以 你的爹娘之死 朕 也是痛心疾首啊 是那个聂处 他负了你 朕也愧对 苏太医的在天之灵啊 朕与玉九渊的恩怨 具体的 你还是不要多问了 朕今夜 会去书房 你便在这里 歇息也好 不可 这是陛下龙床 美女其感 朕让你住 你就住下 是什么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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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九月 你怎么样 走 滚 不知了的话你会死的 你出来干什么 滚 你别动 我不用你管 我让你别动 月九月你干什么 我警告过你 离我远一点 你你干什么 月九月你冷静一点 月九月 我要给你处理春杯伞 你别乱来 年年 我看见你 我就 年年 你把我绑起来 把我绑起来 月九月 月九月 你干什么 我好绑上 别动 月 年年 你是在担心我 没有 我只是不像你和皇帝那么狠心 以他人的痛苦为乐 皇帝 我跟他不一样 年年 苏太医的事 我 松手 别妨碍我时针 还有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事 为什么 因为说了也不能改变结局的事情 就不必再说 我这个东西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 后续的事 就不用再提 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你说 你还真是跟你爹一样巨脸 我说了 雨漆不在我这 就算你今天把我重复在这 无可奉告 你 没想 苏姑娘体内的毒 你 我 我 再给半天 听到吗 苏家那位姑娘 现在因为你 不欲生 真劝迷再好好想想 真劝迷再好好想想 嗯 大哥 平行行好 过来搜身 过来搜身 这下药就你回来看 把你带药品的装置 所以得搜身 看看你有没有带什么药品 搜吧 过去 你来看我吗 玉九云 今日 别你必须 与当年的处境 这滋味如何 你心里不原谅我 你这就做什么 玉九云 你真是个疯子 皇帝早就料到我自己 所以让御祖搜我的事 担心我带伤药给 不为怎样 便把金川丹 磨成了粉末 放进了口齿里 可以治疗你的内伤 为何要救了 不是救 只是 不想请你人情 什么人 李公公 李公公 宋小姐 是 吴才 吴才所做的一切 老人都年受七王爷所做 七王爷 你是我爹 是 我心不够的 你才能够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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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王爷 打得了七王爷的双斗 七王爷 莫堪折磨 去哪儿 那东前 七王爷将此物 这时 那广化遇行 三王爷 事物一致 你们快走吧 爷爷 爷爷 糟了 前几日陛下只给了半包解药 公公 你先把她弄好 看来今日 真是一刻都不能再等了 绿九云 你是怎么出来的 护驾 你乖 你们 你们想试君吗 你们难道想逃完 谁又能把解药交出来 走我要你的命 不可能 你 走 请爷父小弟 你 你 你居然 这把急要不给了你 你放了这把 放过我 这是什么东西 我可才成为朕 这是天子 朕才是皇帝 还要把你们都拉出去砍头 都砍头 为什么 你这么会 你这么会 是什么 你这么会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爷 皇上 万岁万岁 恭喜陛下 我当皇位 爷 皇位最久的爷 都不知道 最终的事 爷 七日之内 只要令你越好 那一场 千总误会 不好 不好 为什么 玉九元 虽然我们之间有所误会 可你杀我父母 是不争的事实 就算我能理解你之前所做的 可杀青之仇不共代替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 我们已经了清了 你放我走吧 不行 朕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又好不容易脱离万岚 又怎舍得让你走 陛下 民女别无所求 只求陛下能放我自由 死身不复相结 爷爷 你为何就不能原谅朕 我就不信你对朕一点感觉都没有 有又如何 没有又如何 我早就说过 我们之间 绝无可能 你清醒一点吧 不 朕现在是皇帝 这个天下和你都是朕说了算 啊 啊 啊 爷爷 我已选好了两晨几日 我要给你办一场空气的大婚礼 我要让世人知道你就是朕的皇后 日九月 你 还呀 你给我看好他 不准他踏出房间半步 是 日九月 日九月 你到底要干什么 啊 爷爷最近状态如何 啊 吃喝倒是正常了不少 但依旧闷闷不乐 郁郁寡欢 唉 皇后今天终于多吃力一点 真是仇人呢 你说这皇后怎么整天愁眉苦脸 苦大愁身呢 不知道啊 听说皇上还是王爷的时候 他就是王妃了 不应该啊 我也不明白 我只知道皇后进宫以来 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效果 每天拉着着脸感觉身无可怜 还在这里嚼舌根 啊 还有没有规矩 罢了 下回莫要再犯就是 这次是陛下开恩 还不谢陛下 谢谢陛下 谢谢陛下 走走走 或许 我得再多给贝爷爷 他这个样子 我也有责任 陛下 当初是受奸人算蒙蔽 才会变成这样 好了 时间长了 或许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孟子要见你 跟我走 你呀 有刺客 炸 好像是你 陛下 跟你当作 是 他就在里面 进去吧 安丽 安丽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莲姨 莲姨 我猜 安丽 我是爷爷 我来了 自从上次一别 公子就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 怎么会 他不是说他身藏不露吗 他不是说他没事吗 那是公子骗你 公子为了救你 引爆了体内的禁咒 禁咒 什么禁咒 哈利从未跟我提起过 你心里只有御久约 何才有过我家公子 公子乃巫族女子 与先皇所生 当年巫族并不愿接受 非纯正确 是公子无不晓 巫族大祭司 便在公子的体内 下了禁咒 此咒会随他的身体成长 待他到十八岁之时 就会要他的命 后来我们公子被苏家收留 从小习得精湛医术 公子凭借高超的医术 硬生身将自己的命 挺过了十八年 延续至今 不然你以为我们公子的身体 为何如此虚弱 不过是因为吊着半条命罢了 万一哪天他抑制不住体内的尽咒 就会丧了命 那日患命一世之后 你只剩一口气 公子不惜耗费大量寿命 用鬼门针救了你一命 从那以后 公子就只剩一年的寿命了 后来你们被控 公子又为了保你 不惜引光体内的尽咒 从此满头摆放 身体迅速招臂 公子好不容易用最后一丝抑制 强留了半条命 就此时已至 变得湿湿沙沙沙 不懂人欲 只记得你的名字 阿灵 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真的很讨厌你 但公子真的很想再见到你 不然我也不会冒死进宫带你来 阿灵 你看看我 我是燕燕 我来了 对 对 燕燕 阿灵 阿灵 阿灵我对不起 好 好 在宫里你笑不出来 在外面见别的男人就笑出来了是吗 叶秀玥 你发了什么疯 你是马上就要当皇后的人 在外面见别的男人 这传出去成何体统 还是说当年在王府时 你早就跟墓里有了我来 我根本就没有误会 你 你闭嘴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嫁给你 更不要当什么皇后 对 陛下说的对 我早就和墓里有私情 一见到他 我便觉得穿暖花开无比开心 可是看到陛下 我就觉得寒冬僵尸 他就不绝望 好 很好 寒鸭 把皇后给我带过来 无礼 来人 把这些人 全部归入地牢 听后发落 是 你喜欢他是吗 那朕今晚就让你看看 他是如何受罪的 丁秋元 你要是敢动他 我也不活了 你威胁朕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敢 还是不敢 丁秋元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不要伤害阿里 陛下 求求你 不要伤害阿里 苏妍 苏妍 你如果敢伤害自己一分 我便搁腾一块肉 最后给我想清楚 我做 我什么都做 我都听你的 我可以嫁给你 我嫁 这就对了 苏妍 这辈子 你只能是朕的 放心吧 这 爷 爷 爷 我没有刺激我的药 他不会死 来人 是 带他回寝殿 皇后娘娘请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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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实在是太好看了 咱们新娘子人长得美 自然穿什么都好看 是是是 我都不会说话了 哎呀 哎呀 就是不爱笑啊 你呀 要是笑起来更美 皇后娘娘 陛下对您真好 听说当年也是您跟陛下求的这桩婚呢 看来是早与我们陛下有过姻缘啊 我已经答应要再次嫁给你 你一定会我最后再失 你说吧 至少放了悬影 可以 至于墓里 等大婚结束后 我自然会放她走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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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不好了 他死了 什么 死了 文来 在进地牢之前 身体就非常虚担 地牢里满进 今晚这夜 我们走到这儿 死了 啊 啊 坏住的 狗皇帝拿命的 狗皇帝你害死公子你不得好死 你说什么哈绿他他怎么了 公子他死了 羽九月 你答应过我的为何失言 这没有动他 是他身体太过虚弱 羽九月 你到底要逼我到什么程度才能罢休 爷爷 我没有慕尼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可你赐了他一剑 你这个昏君 你根本不配当皇帝 羽九月 你放了他 不能放陛下 这是刺客 羽九月 你不要再杀人了 你已经死了 你放了他 我继续跟你澄清 我求求你 好吗 好 放了他 都别动 都别动 放开他 都让开 公子的死跟你脱不了干系 我要带你去公子面前 先生向他请罪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阿丽 我 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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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人 把皇后带回去休息 带走 爷爷爷你 皇后呢 皇后人呢 哎 奇怪呢 皇后娘娘刚才还在呀 废物 哎哎皇上皇上 好 爷爷 一九月 若能再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选择救你 更加不会爱上 害上你是我一切痛苦的根源 我每次生的希望都是你亲手掐灭的 也许我爱你就是一个错误 你是老天给我的诚 爹 娘 阿弟 爷爷下来陪你们了 爷爷 爷爷 爷 苏芸 快下来 爷爷 你不要做傻事 先下来 我求你 好好说 想给我就这么难受吧 月九月 你害死我全家 虽然当时你是受奸人蒙骗 但是我爹你啊 还有苏家上下还有阿里 他们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我希望你好好活着 来世的路上 不想看见你 生生世世 不 我都不想再见到你 爷爷 要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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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走 爷爷 你少年 要跳了 对 你少 你少 走 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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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您不能再喝了 滚 陛下 您真的不能再喝了 你懂什么 两次 我失去了也也两次 一次是集团 一次是大婚 我失去了也两次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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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找我了 是啊九月 我回来了 爷爷 你不会离开我了 对不对 我不离开你 你不是说过 等你脱离危险 就会回家娶我 护我仪是周全的吗 是 是 我说到 我说到做到 我绝不负你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你等我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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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等我来娶你 爷爷 这 这烧什么 哎 哎 诸位 你烧 你烧 对 烧安物操 烧安物操 让咱家去看看啊 烧他 这死他 你看 你这 上朝时间将近 陛下还没起吗 陛下不说话 这谁也不敢打扰 陛下 陛下 该起了 该起了 比下 不知道啊 哎 这是 哎 哦 陛下 别进来 陛下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上朝了 快随我回去 别打扰我跟爷爷 我就在这里等他 陛下 我昨晚梦到了爷爷 让我等他回去娶她 清醒一点吧 清醒 不 我要是清醒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爷爷了 没有爷爷的天下 我要来有什么意思 是我辜负父皇对我的心 我当不了这一国之君 我也不想到 我只想在这里 好好守着爷爷 在这里等他 会来找我 来我走 少叔已经离开 你就给李公公便室 只愿你 便早些离开吧 我对不起父皇 对不起你 你自由了 屎 有 有 我们就能永远的在一起了 陛下 不可 不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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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